蔡壁炉 蔡委员 你没有意图抄袭 但你的论文却有抄袭的事实 难道你是零漏分离吗 蔡壁炉应该立即向我本人来道歉 蔡壁炉 蔡委员的硕士论文 因为抄袭而被学校认定 撤销了她的学位 在她的硕士论文里面 引用了我的脸书的完整文章 包含逗点符号一字不擦 所以针对蔡壁炉 这样子的作为 应该立即向我本人道歉 而且不应该在那边跌勾到蔡壁炉 蔡壁炉 蔡委员 不要再让你的老师蒙羞的 应该立即向我道歉 第二个 以蔡壁炉 蔡委员 过去在批评林志坚论文的时候的 高标准 高道德 蔡壁炉应该要立即持续立委职权 然后再来依照程序捍卫自己的清白 不要死一死比一死 不要双标 对于林志坚就是高标准 对于蔡壁炉你自己本人就得过且过 柯文哲你过去曾经批评林志坚的Ugly 说有一狗票的政治人物抄袭 还说政治人物都是在吃饭喝酒 怎么可能写出论文 这全部都是在讲蔡壁炉吗 这回力标就严重 这个大力的打在你柯文哲的脸上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也应该立即向全民道歉 因为他这个世人不明 居然提了一个抄袭仔蔡壁炉来当不分区 所以柯文哲应该要立即要求蔡壁炉持续立委职权 我要问问柯文哲 你有曾经看过林志坚的学轮会的调查报告吗 如果没有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大肆批评呢 你的民众党所支持的市长议员候选人也跟着批评呢 你这样子要我怎么教小孩呢